打開小巧的方形機器 依照瞬間出現 掛起來之後 竟然變身為烘衣機 把濕濕的外套放進去 360度熱風循環 恆溫氣流 融合烘衣 同時還能紫外線消毒 不過雨天神器 還有這個 雨天上邊 襪子很容易拾 這個時候 還有像這樣子的 小型烘乾機 把襪子放進去 沒過幾分鐘 就可以讓你的襪子變乾 按下開關 就會有暖呼呼的熱風 搭配摺疊式的烘衣袋 不管是烘乾襪子 手套 貼身衣物 也不會飄散異味 加上迷你的外型 也成為上班族 和出國旅遊時的好夥伴 好大雨的話 那個傘根本就沒辦法 而且就算在防水的鞋子 襪子還衰死 就攜帶型的烘衣機 我覺得很好 另外方便攜帶的 還有防水噴霧 輕輕一噴 形成透氣防水膜 實際實測 噴過噴霧的範圍 水珠較不會滲透 不過測試中也能發現 噴完物品之後 是材質不同 最好還是要等它乾 大約5到30分鐘 不然還沒乾的話 防水效果恐怕不佳 為了要達到最佳的 這個防水效果呢 會建議在噴灑之前 先將物品的表面擦拭乾淨 像是除濕 乾燥 防水 防霉等 關鍵字以及相關的物品呢 買期都有明顯的提升 整體的銷量也成長了 一到兩成 而全台連日雷震雨之下 電商雨漬 買氣也大增 其中大閃面折閃 可遐縫開閃的反向閃 還有包覆性高的兩節式雨衣 成為三大熱搜關鍵 有公務網統計 近一週雨漬買氣 較上週飆升近200% 業者紛紛祭出特殊法寶 期盼炒熱 雨天商機 TVBS新聞 新聞想要留宣 台北送馬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